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主持人 杨栋梁 杨栋梁 提出一支旺旺让大家留意一下 当然都不用急着去出手 是可以留意着先的 原因就是整个市就不太稳定 不太稳定就买什么股 其实风险都增加了 都是容易中招的 那為什麼會說中國旺旺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是一個有潛力的股份 你們先看到這條線 它就出現了一個圓底 再加一個小圓底 如果看過本人的技術分析的書 都知道這個叫什麼 可以叫做一個悲如病 當然要看長一點 這邊可能像一個頭肩底 也不奇怪 不過它就不對稱顯然 如果是頭肩底 這邊就很長時間用了 這個很短 以這部分來計 就是一個悲如病的走勢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形勢 出現一個很明顯的圓底 這個圓底就是一個圓底的走勢 都比較教科書式 走勢是比較漂亮 今天它仍然是在做高位 是一直產上去 所以走勢比較強 而最近它公司才會購買原股份 不是很多 幾十萬股 但是回購了 月底就會公布業績 進取的朋友 都可以等它回一回 回到考驗 我經常說的 穿了位之後 很多時候出現回試後抽 考驗還要遲遲 才會再次掉頭再上 這次它穿了圓底頸線 有可能回試後抽 考驗 考驗或者迫緊 未必完全考驗到的 迫緊 作一個回試後抽的時候 就可以駁一駁 駁它 完成後抽之後再次向上走 完成圓底的量度升幅 圓底的量度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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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挺可觀的 因為它大概是五元左右 之前是九幅子的 所以可以留下潛力留意一下 至於如果這個不幸 買了之後 原來再走 穿了這個低位 可能也要想一下 是不是要繼續離場 大概五個六 五個七度 如果穿了 可能就要繼續離場 如果這個情況 就不太好 總之來說 就等 讓它回試後抽的時候 可以短線操作 投機性操作 駁它後抽完再上 這就是今天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